江泽民等同志春节前探望彭真万里同志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华清胡锦涛 2月7号下午先后来到彭真万里同志住宿 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彭真万里拜年 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贺 江泽民热情询问了彭真万里的生活和健康情况 并向他们介绍了去年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主要工作和今年工作的基本方针 他希望老同志继续对中央的工作多提建议 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李房等同志春节前看望彭真万里同志 刚从外地考察工作回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 我来到彭真万里同志的住处 向着两位老同志拜年祝贺新春 李鹏总理分别向彭真万里同志敬献了花篮 祝他们身体健康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他还向两位老同志介绍了当前国内刑事 和党中央国务院为发展经济与改革开放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并认真地听取了他们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